11月14日 据是强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问问道有没有特别想合作的演员 他回答道一直想和吴京合作 不过他一时忘了名字 只记得这个演员演过一部叫《战狼》的电影 后来在主持人的提醒下才想起来是吴京 强森夸赞吴京非常的酷 大量曾在洛杉矶见过一面 并且一直想要促成跟吴京的合作 还表示吴京演的《战狼2票房》 跟《复出者联盟》一样卖座 旁边的艾美丽·布朗特也说 吴京就是中国版的居士强森 甚至比强森在本土还火 网友们看到这条消息 也分合表示期待两人的合作 表示有种中美战狼合体的感觉 其实居士强森在2019年 就因宣传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与吴京拍过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他和吴京二人成兄道弟 还让吴京教他说 居士是最性感的男人的中国话 不过吴京搞怪的说成了 吴京比居士强森更性感 两个人关系还不错